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連勝文 競選總部成立晚會 即將在稍後六點半開始 而晚會活動也邀請了黨內的重量級人物 包括總統馬英九 立法院長王金平 台北市長郝龍斌 以及新北市長朱立倫 要特別強調大團結 現場最近情況立刻交給記者岳嘉 現在呢就在台北市國民黨籍 參選人連勝文的造勢晚會現場 雖然造勢晚會呢 是在六點半的時候呢 才會來正式開始 不過可以看到支持的民眾呢 已經是湧入這個會場 那其實連勝文的競選總部呢 在今天早上成立的時候 包含副總統吳敦義 還有台北市長郝龍斌 都已經有來參與 但是晚上的時候呢 是更重量級的 因為包含總統馬英九呢 還有立法院長王金平 這兩人呢 都會在晚上的晚會現身 那也讓大家非常的關心說 在早上馬王同台之後 晚上的時候呢 兩人的互動呢 會不會更多一些 那其實除了馬王兩人以外 還有台北市長郝龍斌 還有新北市長朱立倫 甚至在稍晚的時候呢 黨內初選的同黨籍的 另一名當初的對手 也就是立法委員丁守中呢 也會來到造勢晚會現場呢 對連勝文表達支持 那比較值得注意的就是呢 其實在昨天馬英九總統 歷經丟失事件之後 也丟出了一些維安問題 所以在今天早上的時候呢 維安人員呢 其實就已經來到現場 檢查了一遍這個造勢晚會的現場 包括附近的高樓呢 是不是有制高點可以藏匿 還有旁邊的花圃 是不是可以藏一些東西 其實呢 從早到晚 維安人員都一直在檢查 那稍晚呢 到時候晚會開始的時候 我們也會為您掌握現場的最新情況